民进党这天开启了海昆护国 今年挺台全台巡回记者会 带领青年一同跑遍全台湾 希望有更多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相挺 首先由海昆护国号的召集人林非凡打头阵 另外还有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竞选总部的发言人戴伟山 与前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家等人 租称海昆护国号的宣讲团 要巡回宣传的目的 是让国会过半 海昆护国号的召集人林非凡表示 这台海昆护国号青年挺台宣传车 不只是个象征 里面的设备也足够作为活动舞台的背板 在未来选战倒数36天 要跑遍全台54个选区 办超过100场浮选宣讲 他知道在36天要跑遍54个选区 时间上很紧凑 甚至说可能连中午也要跑 目的是希望让民进党国会席次能够过半 阻止韩国瑜当上立法院长 倒数36天 我们希望未来这台 这个护国海昆号的宣传车 它上面带的讯息 是希望能够诉求 我们有更多守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委员 而不要有更多 会泄露国家机密 跟泄露国家安全资讯的立法委员 更多朋友的支持 跟一个过半国会的重要性 我们会走遍这些关键的选区 帮我们的立委候选人搭台做造势 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嘉表示 台湾选举很重要 国会选举也很重要 总统决定国家的方向 而国会就像引擎一样 如果没有了引擎 只有方向 台湾也不会动起来 国民党不分区第一名的韩国瑜在安全名单 大家无法阻止他当选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阻止他成为立法院院长 罗文嘉说 韩国瑜是首位被罢免的市长 也是曾在立法院殴打立委的人 他呼吁选民要用选票阻止韩国瑜 还没有揭晓之前 其实我们知道 有一个人已经当选了 就是国民党不分区排名第一名 韩国瑜 我们有能力阻止他成为台湾的立法院院长 第一位县市首长被罢免 支架市市长被罢免 他不仅创造这个样的政治史 他同时也是中华民国台湾立法院第一位 在立法院公然暴力殴打其他立委同仁的立委 海坤护国青年挺台 这次的特别嘉宾郑家纯也会全程参与全台巡回宣导 郑家纯表示 收到林非凡的邀请 马上就答应这次海坤护国青年挺台全台宣导 在台湾大家会因为政治理念不同而吵架 甚至无法对话 但这就是身为台湾人的自由 如果国民党拿回政权 他们亲中的倾向 能保证我们不会被出卖吗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选择民进党 选战倒数36天 民进党叙事待发要抢青年选票 也希望获得青年的支持 海坤护国青年挺台全台巡回 希望能用选票让国会喜次过半 记者尹佳兰台北采访报导